克里昂人类历史下 利木里亚人看到正在发生什么正如我们告诉你的 约15000年前冰川开始融化 它融化的如此之慢以至于用了至少5000年 你可以说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 它们的确如此 它们所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成为一个海上国家建设 船舶慢慢的许多人离开了它们所在的山谷 那里由于冰川融化和水位在行星上的上涨已经慢慢的泛滥 所以你可以说 通过船舶大量向其他大陆边缘移民是利木里亚社会的一部分 看看它们在新西兰复活节岛 没有太多人留在那里 以及所谓的北美大陆 它们在所谓的阿拉斯加西海岸地区 以及到其他大陆的大陆架上 它们在那里 它们中的许多人前往所谓的香斯塔山的山区 并以人类形式在那生存了很久 直到它们把自己融入山区成为内次元存有 它们中的一些开始与其他人类混合成为其他社会 那些人类来自地星远族旅行 并完全忘记了它们的血统 其中一个文化被称为苏美尔 在中东这最终导致了多年后的埃及文化 奇怪的是 埃及居然是你们认为历史真正开始的地方 现在 以下是我们并没有告诉过你的所有关于利木里亚的证据 都已被删除海洋之下的洋流非常强烈 几乎像河流一样汹涌 勇世以来洗刷着沙利和泥土 因此 有人会说 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利木里亚的文物 你不仅会找到一些 而且你早已经找到 其中许多人就藏着它们 因为当这些收藏家 向科学家们显示那些文物时 它们就会被嘲笑 因为有一个矛盾 一个真正文物的矛盾 那些东西因为太古老了 所以是不可能的 至少根据现代思维 那是的如果你发现一个汽车部件的碳元素 可追溯到三千年前 会发生什么 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文物 那就是利木里亚文物看上去的样子 因为它们可能是那不可能以前就知道的 星空图和生物学信息 EG35O纯晶片由埃及出图 估计有两万年的历史前科学年代古物等等 可仍然是一个不交付讨论主题 因为它不符合现代信仰体系 为什么有人会有利木里亚的文物 我只是告诉你 利木里亚被冲走了 这是因为船 许多船带着利木里亚的日常用品 文物 在风暴中沉默一些人等待被发现 一些已经被发现并被收藏 加隔离着谁也看不到 因为它们没道理还有更多 有人会混淆利木里亚和所谓的亚特兰提斯以下的信息 很多人会不相信因为关于亚特兰提斯 真实所知的太少你的历史学家只是猜测让我告诉你 关于亚特兰提斯有两个亚特兰提斯 旧的亚特兰提斯和新的亚特兰提斯 它们相距非常非常遥远 不论在物理位置上还是时间上如今被寻找的那个 比你认为的要年轻的多 因为新的亚特兰提斯文明 与同一时期的埃及文明有大量的相似性 一个是来自西欧的人类进化的结果 另一个是来自中东的人类进化的结果 Krion 哪里是最近期亚特兰提斯 好 让我给你一个提示 这是在附近在靴子的另一端寻找它 那就是我会说的一切 请记住 这次通灵是在西地中海给予的 所以这些参考方向是从游轮在海上那一刻的位置靴子的另一端 意大利底部的另一边 该船从那里起航 它附近的地方是希腊和克里特岛当此信息给出时 由船刚刚离开罗马 Krion 旧的亚特兰提斯在哪里 答案是 在太平洋里 远离较新的那个 并古老的多它是利目里亚人的一个定居点 并没有保持利目里亚一世太久 它成为奴役和颓废的模型 技术被滥用现在我不能讲更多 那么你现在知道利目里亚你也知道 它们不是你今天所有的一世方式 它们是测试的设置部分 而当你通过为你的二元性选择的能量 你已经失去了激活DNA的部分片段 而它们有那DNA 那是自由选择 看看你能否认识到并取回来那是DNA的量子部分 这是我们称之为利目里亚人和卯素星人层 而其中一层是阿卡什记录 现在如果你把此两者放到一起 你还可以认识到利目里亚人当时负责创造地球的宇宙阿卡什记录 当今的气候 水循环对行星上气候的改变是最重要的贡献者 第二是火山活动 第三是来自太空的影响 而你在最近的历史中都有它们 你现在有的是名为全球气候变暖 它冲击和忧虑着科学家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周期需要较长时间 超过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去发展 因此没有人在近代历史上曾经看到全貌 你以前有过而现在又来一次 这是在一个水循环里的改变 而它是自然和正常的发生 它是地球运转和平衡自身的方式 是你有大的水循环周期变化和小的 在大周期之间会有许多小周期 这就是地球运转的方式 最近的小型冰川骑是在13世纪到15世纪 如果你要显示时间的话 人类当时在这里 而它们活下来了 你现在有另一次的开始 但科学家没有称呼它为 迷你冰川骑的开端相反 它们称之为全球变暖 这是因为它们不明白水循环 它们在我们所谓的围观里观察它 而不是宏观 一个寒冷时期起始于气候变暖 可能有点奇怪 但如果你知道动态水循环 这就完全合乎逻辑 在这个房间的人 没有一个会看到整个周期 因为它会比你一身都慢 你必须等待直到下一次 因为水循环有不同的时间 小的周期持续150年之短 中等周期持续400年 你正处在一个中等的开端 别怕它 因为它是地球的一部分 是地球平衡自身的方式 现在有人会说 认为是人类造成这个的想法怎样 是否意味着它们错了 这是真理 你知道总会有这一天 人类不负责水循环 然而 人类的所作所为提前了这一次 使它比正常的早了一点点发生 所以是的 你已经影响了它 但你没有引起它 地震 有这么多人都希望更多了解地震 所以我将揭示另一功能向水循环 它们是行星转变的一部分 它们确实与水循环有关 事实上 你最近有一个事件引起了海啸 这增加了人类在行星上的同情星 这是一个在你的一生历史上最伟大的地震 在海洋底下发生 它是如此之大 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小数目上减缓了星球的旋转 这一事件在几年内不会安顿下来 我要告诉你的可能违背了地质逻辑 但它是地球运转的方式 减缓星球的旋转 已经引起地球的融合和地壳之间轻微的速率差异 因此的球将继续调整 直到这些速度恢复到原先的状态 近几年地球反响的最厉害的是靠近赤道的地方 因为它们离星球的的河最远 最不稳定当地球旋转时 它们往往是那些最容易膨胀的地方 因此由于它们最不稳定的事实 它们最受影响 我刚才说在赤道会有更多的地震 这些东西不会在这个星球上造成厄运和忧愁相反 它只不过是地球转变的一部分光之工作者 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因为系统说 你将在正确的时间在适当的地方 然后不要假设适当的地方意味着什么 你被深深爱着的 当你控制自己的生命时 所有的事物都是适当的 地球上的生命时间 考虑到这个行星的协同 我们有话要讲一直到20世纪 实际的新的启示过程才在这个星球上开始 事实上 那之前并没有什么开悟 之后 花了87年 行星的震动才提升到一个决定点 关于震动和未来的决定 而所有先知说 你将在千禧年的过渡中有一个终结 然而 你改变了这个星球的震动 使它达到某个速度 在那里终结不必发生 不要搞错 上帝没有计划要终结这个星球 这是你几千年来创立的震动测试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未来 你创造了自己的预言 这是此星球的仪式造成的 因此 你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先知看到的未来 现在 1987年前的几乎所有预言都没有实际意义 你正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 意诸 我倒觉得 推背图 还可以推下去 星号EDI 和谐汇聚又称谐波汇聚 因Harmonic Convergence 是新时代占星学中的术语 代表发生于1987年8月16日至17日的行星 对其支持者们相信 这迹象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能量转换将要发生 这是地球上的万物 Dharma 及集体业力的一个转折点 这能量强大到足以改变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观点 并将其从斗争转向合作 据称该汇聚将导致地球上的能量从战争被导向和平的巨大转变 身为演员及作家的Shirley McClain 称其为光之窗口 Window of Light 它允许人们去知晓何处及更高的领域 Wiki 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会喜欢听到的东西 1987年至2007年 一些令人惊异的事发生了 由于新能源在创造之血中 有着利目里亚人名字的水晶体苏醒了 他们亲身说 是时候回来了 一共有3.5亿人听好了 听着 所有曾经生活在此星球上的利目里亚人 现在再次以人生回来了 他们散步在全球听着 在这里有一房间的他们 我正看着他们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这里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你正在阅读这篇 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对这些事情有回响 你想知道你为什么震动较高 你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细胞结构 与Kryan有一个连结 这是因为你是利目里亚人 一个在新能量里的古老的灵魂 星号1D 今天我又问了 世界上有多少人的频率隶数哪个层级 答案是 20个3D身体的灵魂处在9D 约2,300万处在8D 约2,800万处在7D 约8,200万处在6D 约2,19,000万处在5D 合计为约4亿 其余来自其他星系 Kryan 这是否意味我的灵魂在20世纪前不在这里 现在 那个答案是复杂的片段和部分在这里 但不是整个利目里亚核心能量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 一个灵魂 一个名字和一张脸 但不是的你是许多能量的组合体 这很难解释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不可能每一次你抵达 就像是做好的汤病来到这个星球 高我是每一次的相同能量核心 但围绕着它则有很多的灵性种类 然而 如今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环绕着利目里亚人的核心能量回来的 这种是已经有5万年没有发生那些DNA的片段 被重新激活了 听一下我多年来已经告诉过你的是 此星球上将有少于1%的一半的人需要觉醒 为了在振动上对全体做出贡献 你将伴随着新的振动进入2012年70亿人的不到1%的一半的人 需要觉醒 一柱 及3500万人 这并不是那么多 事实上 如今只有10%的3.5亿利目里亚人活着 一柱 及3500万人 一个非常合理的百分比 在这个谜题里你的位置是哪 文明应该持续多少年 我来告诉你答案是 你的未来由你决定你完全控制它 只要你愿意 它就能有多久持续多久 但我会告诉你这个测试被设计成多久 你们当中有些人会笑有许多种流行的数字 漂浮在已成为理论和神话的文化周围 但往往有一个核心真理提示它们的重要性 其中一个像许多事物那样出现了很多次 144000 它是直觉的 大家都知道它 它以年为单位代表了测试的长度 144000年 你位于10万年的刻度 从卯素新人来时开始测量 你瞧 如果你不去摧毁自己 你还有充裕的时间 而利目里亚人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他们早就改变 你将迎来一个时代 即我们所谓的合作 或与此相称的整个增长 马亚人已经预言了 他盖亚本身的能量将于2012年开始转变 一个比1000年更长的周期将出现 它是一个比起你出生时的能量 对你的灵性成长更友好的周期 有个问题一直被问到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遇到你的兄弟 卯素新人什么时候返回地球 哦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对你们神秘的问题 他们定期到访 一些人看到他们 一些没有 没有不可告人的计划 亲爱的看着你时 他们带着爱意在观赏 看看花园如何生长 如果你持续通过144000年 在测试的最后你就会像他们 一个已开悟的星球 有着大中枢太阳属性的一个 Cryon微笑 我还要告诉你很多你不想听的东西 如果你是房间里的立木里亚人 你就会想去那里 有多少辈子你离开了你对地球 就有多少的热爱 我们已经告诉你很多次 作为一个人你看在镜子里 精神上你说 我已经厌倦 我不打算回来你说 我已经做完我的工作 这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我不想再一次经历这一切 然后你在 人类头脑里下定决心 而另一边则与神讨论着 关于回来这真是好笑 Cryon大笑 你们全部都回来了 这就是你所做的 你等不及了疲倦 是人类的说法 为目 另一边没有疲倦 只有慈悲 你所在的这项测试 都是关于同情星 1987年带来了和谐聚会2002年 完成了磁力网格并开始水晶体的体验 2004年 海啸和金星灵日 2012年 另一个金星灵日 这些是传递具有同情星的女性能量 给这个世界的事件 将被人们拿起并慢慢使用 因此你可以完整地移动到下一个能量 它提供了一个慈悲的平衡给磁星球 它已经有数千年没有得到平衡了 Cryon 你既然能给我们现在所在的刻度 那我们该如何做 你现在不会出现在这里 以及有正在进行的通灵 除非它是属于合适的情况 以后你会回看这段历史 并称这个时期是开悟的黑暗年代 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这一点 这时 大门只不过是慢慢为了理解灵性的光而打开 在这里有着所有语言都不可能正确表达的术语 但你所在的时期将被后人知道 为一神论的冲突时代 每个人都同意有一个神 但没有人同意哪个是真神 这就是你下一步要搞清楚的事 正如你回看某些历史 看看他们如何解决 而这个也就会得到解决 现在我要结束今天的能量是什么 我会给你同情和同步性 有多少光你可以发送给身边的人 你可以发送光给船上的某个需要的人吗 他不一定参加这个会议 或甚至不知道这个能量 或对神没有任何想法 你能安抚某人的悲哀吗 你有没有能力用光握着他们的手 让我告诉你一些东西 既然系统把他们带到这里 你就可以确实那么做 你能接受这种说法吗 那么就去做吧 立木里亚人去做吧 欢迎来到新时代 那么就这样吧 Cryan Cryan Cryan